我們的預算編列 稅入 稅出 是二十二年來第一次平衡 所以我們不但不會再留子孫 而是建設留子孫 屏東等高鐵已經十二年了 現在在蔡政府 我們很努力都可以看到 這幾年來開始 年度稅計勝於去年高達一千多億 跟馬總統在執政的時候八年都是赤字 完全不一樣 甚至於明年我們的預算編列 稅入 稅出 是二十二年來第一次平衡 所以我們不但不會再留子孫 而是建設留子孫 也是公平對待國人 讓每一位國人都同樣有安全快速回家的路 請坐在這裡 答案 也請問你們 開始移動 旁邊 鬈